马上带各位来看到今天最火线的话题 这是全球最大的商务网站阿里巴巴 明天就要在香港挂牌上市 不过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竟然在这个重要关头的前夕 今天来到台湾参加论坛 而身价高达10亿美金的他呢 在今天的演讲过程当中 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平凡人 还用非常幽默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成功故事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身价10亿美金 自家股票在香港IPO前一天 现身台湾领袖论坛 坐在台下乖乖听讲的 有中信金董事长胡连松 PC Home董事长詹洪志 一个个听得很入神 而马云的演讲一开场 就让大家知道 现在的他申父重责大任 今天我们如果这公司 关门的话 中国至少有五十几万家 中小型协会因为我们而破产 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系列 全部都出问题的话 那么估计有上百万的人 会是去就业机会 所以突然发现自己开始 我们所做的东西 影响力越来越大 没有出国刘过学 却讲着一口最流利的英文 从小在杭州长大的他 到现在都认为自己是个平凡人 而且创业过程艰辛 当初马云只捧着九万台币 到现在公司市值两千八百多亿台币 他的成功是来自于不断的失败 最大的财富是我犯过的错误比别人多多了 我倒霉的事情比别人多多了 只不过我没时间讲 别人都不要听 竞争是不可怕的 大象是搞不死蚂蚁的 你知道躲得好 所以那时候我很小 他很大 天天弄 我就躲得小缝在里面 结果他的脚还经常弄伤 但是我们想了各种 所以后来我跟EV竞争 今天我们在跟全世界中优秀的企业 学习和竞争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在竞争过程中 你发现你自己很痛苦 那你竞争一定错误了 竞争应该是让别人痛苦 你开心你才是对的 不过马云说他印象也很深刻 当年公司最惨的时候 股票送人都没人要 而且根本找不到员工 我们那时候给他们股票 没有人要股票 两分钱一股票 你们还自己留着吧 没关系的 我六七年以前招员工 阿里巴巴很难招 很难招员工 我那时候是真讲的 我讲的这句话不夸张 街上只要不是太残劫的人 我们都找回来 只要回走路 他去逢错了就来吧 对不对 那这些人进来以后呢 那时候反正 那时候公司里聪明的人也很多 那些很聪明的人 都被人挖出去了 还有些很聪明的人都自己创业去了 那些反正也没地方去 把他给呆着吧 那些人就呆到现在为止 都变成millionaire 马云对阿里巴巴最骄傲的 就是拥有最平凡 却又最团结的团队 他拿唐三藏的故事做比喻 说每个团队里面 就是要什么样的人都有 唐三藏的领导 你说没有魅力 他真没有魅力 他反正就知道 但是他使命感很强 孙悟空这样的人 优点和明确 缺点也非常明显 出发界其实很幽默 他价值观其实不错 对不对 团队里面分好吃懒作 你去看看你边上 一定有这样的一些人的 扎合上是最多的 反正你也别跟我讲伟大理想 我八小时上班 早上到晚上走 对不对 幽默的小故事 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 马云用风趣的口吻 谈自己走过的路 现在他成为全世界 前十大网络公司的梦想 已经达成 他说股票上市只是第一步 背负着中国五十万家的 中小企业的生存 才是他的使命 记者林德新林亚 男罗哲超台北报道 马云除了在今天 用幽默的口吻 来谈自己创业过程之外 他手中的阿里巴巴 明天也将正式 在香港挂牌上市 港股代号1688 除了代表集资的过程 一路发之外 8这个数字 更和阿里巴巴 最后两个字同音 而这次阿里巴巴 认购金额高达17亿美金 甚至超过了2004年 Google股票上市的 16.5亿的记录 而规模越来越壮大的阿里巴巴 这个有趣又令大家 印象深刻的名字 就是马云自己取的 不管是天上飞的大雁 水里游的甲鱼 还是地上跑的梅花路 这间中国大陆最大的 电子商务网阿里巴巴都有卖 不只在大陆同时也是 全球最大的商务网站阿里巴巴 6号将在香港挂牌上市 而这间1999年 才成立的商务网站 当初IPO股票公开发售时 港股代号就是1688 读音相似阿里巴巴 果然一路发发 集资过程超顺利 涌进4500亿港币 相当于160倍超而认购 募资金额将突破116亿港币 相当于484多亿台币 打破了2004年Google上市 集资16.6亿美元的记录 阿里巴巴并在2005年 以10亿美元并购 雅虎中国35%的股权 获得雅虎网站搜寻技术 和通讯广告业务 进一步利用搜寻引擎 开发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绝对 你不可以收拾引擎 收拾引擎就是电子商务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合作的 这个出发点就是收拾引擎 8年前满腹鬼才的马云 为自己的企业取了 阿里巴巴这个名字 当天还跑到街上问路人 你听过阿里巴巴吗 得到热烈回响 此外马云除了仗着 阿里巴巴的响亮名声之外 还认为A开头的阿里巴巴 拼字很容易 排名的时候也永远都是第一 所以创立了这间 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商务网站 8年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秉持着微笑理念的经营精神 成了不少创业者效法的对象 也带领着阿里巴巴 一步步要上国际舞台 记者综合报道 刘丽的英文演说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大将之风 他就是马云 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原本是一位英文老师 对电脑几乎不懂 1995年31岁的他 就创立第一间网路公司 中国黄业 不过最成功的一次创业 就属1999年 坚持以台并200万白手创业 成立以企业对企业B2B的阿里巴巴网站 以及后来的拍卖网站淘宝网 我们只做我们 我们只听客户 我们并不一定听媒体 也不听这个分析师 也不听潮流 我们只相信 我们是不是在creative value 马云个头娇小 但是五官轮廓分明 虽然自嘲不像刘德华 或是梁朝伟那样有魅力 但是谈吐中 梅宇不时流露出自信 成了他的个人魅力 坚持自我风格 不盲目跟随潮流 就算被当作狂人或疯子 马云依旧不改旗帜 后来遇上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双方一见如故 从一开始的言辞激变 到后来英雄习英雄 郭董不只成了阿里巴巴的金主 也成了马云的拜把兄弟 马云说 在郭董身上学到很多 郭董的思考创造力 做到登峰教级的地步 武侠小说式的剧情 也正反映了马云 其实就是个金优迷 在阿里巴巴公司里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昵称 而马云的昵称 就是笑傲江湖中 武功最高强的风轻扬 在商场上 马云无疑就是这么一号 厉害人物 我认为网络没有对手 网络最大对手是自己 现在身价超过百亿的马云 对于员工也毫不吝啬 这回芝麻开门 香港上市 马云大方的给员工认股权 平均下来4900位员工 每个人都有百万港币的身价 相当于500多万台币 也难怪当初只领月薪 2000元台币的18名创业元老 甘心乐意的追随马云 从创业至今 没有一个人离开 从孤独剑客 变成武林至尊 马云创造了属于他的网络王国 记者综合报道 到底明年阿里巴巴挂牌之后 表现会是如何 现在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 但是他有前车之鉴 应该说有前人的脚步可以寻 投资市场网络市场都告诉你说 如果你之前曾经错过了Google 那你这次不能错过阿里巴巴 这是为什么阿里巴巴在挂牌之前 有将近7兆台币的新台币的资金 在抢购这家公司的股票 因为当年像是Google 在美国挂牌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当年上市非常风光 募集到了将近17美元 也就是如同现在7兆台币的规模 也破了美国网络泡沫之后 科技公司的上市记录 而Google的后续股价挂牌表现 非常争气 持续飙涨 现在已经突破700美元 也因此各界对于阿里巴巴的挂牌 相当期待 查资料 找八卦 阿里巴巴